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好和乐趣 对社交和娱乐非常淡漠 利用时间的机制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涉猎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任何学府的正常课目 在此期间曾经见过他的未来学术权威为数不少 无不对他的渊博感到敬畏 他掌握十几种英欧语言和内亚语言 却没有拿过一张文凭 因为任何学校课程必然包括若干机械和重复的内容 足以占用它消耗在有趣和重要内容上的时间 博雅教育本质上属于贵族和绅士 时间是他们唯一的约束条件 无产者牺牲廉价的时间 购买高价的文凭 绅士牺牲昂贵的时间 只会为了满足真正的兴趣和解决真正的问题 涉猎和熏陶的有机效果 无论采用任何测量 标准都会挂一漏万 取伪弃真 只有孔子和苏格拉底式的个人鉴定 才是唯一可靠的标准 然而这样的标准 本来就不可能机构化 标准化 常态化 规范化的教育机构 只能培养中上之资的官吏或技术源 不可能培养真正的知识分子 原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如果能够存在 只能是阶级地位和个人天资的幸运结合 前者来自祖先的宜德 后者源于上帝的恩惠 无产阶级企图通过教育改变阶级地位 通常的结果反而是降低了教育机构的阶级地位 陈寅克以其生命见证了无产化的进程 鲜明的阶级意识和反动的阶级立场 构成了他全部生命和学术的源头活水 无产者的学术只是打工者为别人收集整理的材料 自然既不知道材料的用途 也不关心各种材料的内在联系和冲突 科举英雄不重视效法孔子 只重视公正的书法和正确的格式 原因同样在于阶级 同一部论语在歧视的子孙和官吏的后选人眼中 自然不可能有同样的意义 马克思所谓的异化就是只生命和工作的分离 本质上就是无产化的对应物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看到陈寅克惊人的成就 却像受惊的兔子一样 在最核心的原因面前退缩 口是心非的赞美 他渊博的知识 仿佛要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美国硬盘存储 技术的发展上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完全清楚真正的学术必然有阶级性 而且阶级性必然是反动的 反倒能够怀着敌人对敌人的敬佩 正确的理解和评价陈寅克 陈寅克不是科班意义上的史学家 不仅因为他什么文凭都没有 尤其因为他于学无所不亏 常怀卧龙之心 科班意义上的史学 对他只是众多工具当中的一种 从来不是他真正的目标 无产阶级学者看到他渊博的学识 觉得这是自己几辈子都修不到的巨大成功 陈寅克自己却以为自己是失败者 因为他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初衷 而且因为自己越来越聪明和清醒 越到晚年越明白这些目的注定不可能成功 他的历史理解力和现实格局感相互为用 古典经典互用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 如果影射史学是一个中性词 他的著作就是影射史学的极品 天真的群众往往用史料做鉴别影射的标准 其实相当于热爱毛主席而反对红卫兵 所有问题都是争议问题 没有争议的地方就没有问题 争议问题肯定有相互矛盾的材料 同样的材料也可以向不同的方向解读 选择和解读如果能够证明什么 主要也是证明了当事人的立场和价值观 范文兰能够做到无疑自无来历 并不妨碍他先选择立场再找材料 他论证曾国藩属于汉奸贵字手的方法 完全可以证明任何人属于任何类别 包括貌似完全相反的类别 而且连材料都不用换 读者不妨用同样手段论证一下 郁达夫在苏门达拉伴企业的活动属于 A. 汉奸 B. 抗日 C. 革命 D. 爱国 如果有人连这道题都做不下来 无论活到多大的岁数 在没有保姆照顾的情况 都不太适合出门打酱油 陈寅客无一句无点故 却不是带着立场找问题 虽然他全身上下都是立场 而是向阿列克赛黄太子 俄黄彼得仪式的儿子化妆逃跑 改了身份却改不了给小费太多的习惯 搜集材料是低技术 除了时间和资格什么都不需要 逆向解读的技术也只算中低水平 大多数专栏作家都不成问题 格局性质的整合主要是检验哲学水平 陈在这方面并不是最得心应手的 如何在貌似杂乱无章的材料 和貌似有路可走的死胡同当中 离清线索的福尔摩斯是本领 才是陈最擅长也最得意的绝活 他给中古史留下的遗产最多 但后人主要是拉着他的线索摘路边的玉米 并不懂得他的线索是从哪儿来的 陈年轻时对华夏文化的看法 类似诸葛孔明对汉朝 晚年阅历学时建长 变得类似波提伊乌斯对罗马 他如果没有接触西方学术 和内亚文化的广度和深度 很可能走上老乃轩或郑孝旭的道路 他的华夏不是孔子的诸夏 而是白虎通的三纲 因此他虽然并不于中大清 终究不可能划清政治移民和文化移民的界限 三纲六纪是东亚文明或送行社会构建 共同体的核心规则 没有共同体的儒家 注定会沦为其他共同体的装饰品 陈非常清楚使用伦理学和使用政治学的层次都不高 远不能比肩希腊、印度和欧洲 然而皮脂不存 毛浆烟腹 高级文化的烟花 终究来自基础共同体的燃料 罗马相遇就是希腊文化的最后载体 最初的载体已经燃烧殆尽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哲人研究希腊文化 还能算希腊吗? 孕育孔子的周理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 三纲六纪的共同体已经为东亚扮演了罗马的角色 大清的灭亡拆毁了三纲六纪的核心部分 残余的部分还能自我维持多久呢? 他如果像梁树明一样没有见过世面 或许也会周旋于各种冒充牧羊犬的恶狼之间 指望他们复兴羊群 梁树明的中、西、印三种取向之说 实际上就相当于中医常于内科 西医常于外科的文化版 任何诚实而称职的医生都会告诉你 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说法应该是 中医没有外科 假装或真正看不见西医也有内科 只能够看到土鳖看不到 看到的人又不敢说出口的可怕事实 即使在西方征服的非西方文明当中 东亚文明都处在更加弱势的地位 埃及或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 虽然交出了政治上的统治权 三纲六级的伊斯兰对应物 仍然在信徒的家庭和小区当中活着 大清移民却处在法老埃及的位置 小区的灭亡只是比政治秩序瓦解慢了一步 身为帝国之名 死做共产之鬼三番一成常人的语言 就是说三纲六级共同体的崩溃分两个阶段 从大清的灭亡到民国的灭亡 对应于崩溃从政治上层深入小区基层 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 似有何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 这种历史解读实际上跟共产主义者的解读同构 只是立场恰好相反 翻译出来大致是这个意思 政治秩序是小区秩序的延伸和升级 不能脱离基础共同体而长期存在 你不可能引进西方的上层建筑 同时保存三纲五轮的基础共同体 如果你想同时维护三明五权的政治秩序 和四维八德的小区秩序 你就注定会变成自相矛盾和软弱无力的角色 基督教传教士不是自相矛盾的角色 他们要首先建立基督教小区 柔性替代三纲五轮小区 这样的基础共同体 或许会产生华盛顿的共和国 或许会产生弗朗格的威权正体 但是不会产生大清或苏联的副本 如果弗朗格来到三纲六级共同体 就会变成蒋介石和吴廷燕 如果华盛顿来到三纲六级共同体 就会变成戈登将军 共产主义者根据以上的认知得出结论 只有彻底消灭旧社会的基础共同体 革命的任务才能完成 从政治革命经社会革命到文化革命 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必要性 他们唯一的问题在于 像马克思和苏联一样 说不清替代旧社会的新社会是什么 因为谁都无法用解构理论完成建构任务 如果你运用福尔摩斯式的推理方法 排除其他一切可能以后 仅存的可能性 无论看上去多么荒谬 都会是问题的正确答案 那么他们的目的就只有一种解释 他们已经以另一种方式 看清宗教领袖 其实是正确的 世界注定充满罪恶和苦难 但是他们不愿接受彼岸的拯救 或涅槃的解脱 宁愿同时毁灭自己和世界 从而一劳永逸地 结束所有罪恶和苦难 由于人人都是肉体繁胎 接受真理 及其解放的能力非常有限 所以只能用新社会和新人这样的统战词汇 欺骗自己和世界 陈相信他的共同体已经注定完蛋 因此越来越绝望 别人没有逃走 是因为没有看清共产主义者 他没有逃走 是因为破冠破摔 他从大清灭亡以后 就已经是流亡者了 帝国之名去哪儿都是流亡 他累了 宁愿坐以待毙 移民的人生目标就是等死 等死过程中发生的事情 其实对他并不重要 王国伟觉得 辛亥那年就该去死 他觉得 王国伟自臣的时候就该一起去死 越甲未应攻堵尺 香类宁与俗同臣 他把著作成为新史 翻译成网络时代的语言就是吐槽 他的中古研究 依靠种族文化阶级三把解剖刀 实际上就是从世界史的高度 看东亚异于之地 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 陈的中古史框架 因为他们从相反的角度 重视阶级 他对东亚种族文化复杂性的洞见 于今已成绝响 无语与洛音 侨性与无性 楚与蛮 佛与胡 北朝种姓与世家 蛮夷与翻阵 内亚国际体系笼罩下的唐氏政争 只有极其熟悉西方历史世界和内亚历史严格的人 才能产生这些洞见 这样的人在西方 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都不太缺乏 在汉语世界却是凤毛麟角 后者愿意承认自己在西方面前犹如井底之蛙 已经很不容易 再要承认内亚的世界远比东亚的世界广阔 实在是太过分了 最后还要承认东亚内部的多元性和汉字记录的误导性 差不多等于强迫抄写原作印刷工人 这些洞见的背后 还隐藏着陈队现代世界体系近乎悲凉的理解 他谈论李怀光背叛唐氏 涉及朔方军和神策军的待遇问题 揭开了唐氏幕布掩盖下的多种财政体系和种族结构 这个帝国不像一个state 更不可能是一个nation 而是一个类似神圣罗马帝国或因应帝国的多帮复合体 背后的问题意识来自张学良的西安事变 涉及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的待遇问题 揭开了中华民国虚名掩盖的复杂结构 流亡的东北军失去了日本朝鲜奉天货币联盟的慷慨供养 不能满足于中央军令色和零碎的资助 幻想纷润西北军和红军远远流长的卢布 中央银行公债体系从上海租借吸取的资金流 犹如淮南、宣武、淮南节度使唐宣宗、唐武宗体系从江南抽取的养料 沿着日益艰险的人工水到西行 无力滋补遥远的朔方 典故和隐喻是古老的信息压缩技术 古典和经典的重叠是要让读者领会作者不愿公开释放的信息 博尔赫斯笔下的德国间谍通过谋杀将军事行动目标的名字送上了远方的报纸交叉小径的花园 使用的技术就是陈寅客这一种 陈医生的轨迹和东亚历史的轨迹高度重合 很少忘记在重要的节点释放诸如此类的信息 蒋介石连苏抗日 使他遇见到宋徽宗、联金抗聊的下场即将重演 他谈论唐王于皇朝 或基于桂林 实际上是要让读者自己想到民国王于共产党 或基于满盟 他谈论钱千亿和柳如是 实际上是在倾泻他对自己和同时代二臣群体的感慨 他谴责钱千亿迟疑怯诺 没有听从、诙谐勇敢的妻子 实际上是想减轻自己的愧疚 因为他在1949年没有听取妻子的主张 所有这些著作都谈不上客观中立 论体力更不符合学术规范 但它们比历史研究更重要 因为它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研究的对象 历史能否预见未来 对它不是问题 因为它已经多次预见未来 但预见没有给它带来希望 因为产生它的社会 终将被历史抹去 也因此预见未来 但是它们已经在订阅了 另外一个人为报处理 增入到课兰论 但是我未来得到 因此 这是需要前提数象的 吗 关闻